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产品 就是说不要透过电脑OBS做直播 透过一个硬体盒子 然后呢将HDMI的讯号灌进来之后 透过这个盒子同时做YouTube直播 Facebook直播跟Twitch直播 那这个盒子可以达成 当然啦你要透过这个盒子做直播 他只是单纯的 单纯的将HDMI的影像 丢到这个直播皮台 他并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特效 那这个比较适合做那种长期的那种 那种摄影的那种直播 比如说你今天在阳台上面做一只 一只摄影机 然后照着路面 啊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多媒体方面的处理 然后就可以丢到这盒子里面同时在不同的平台做直播 这个是FabonHDMI的 编码器 这个可以将HDMI的讯号 输入这边有印哦输入进来 然后呢连接这个对外的网路 然后呢 到丢到这个同时丢到不同的平台去做直播 那我们这里是采用的是有线方式 也就是说啊你要准备的是 这个以太网路 这个有线网路 然后呢 你在使用的有线网路之前必须要先确认一件事情就是 你的那个路由器 区域网路的路由器必须要192.168.1.1 这才可以使用 因为啊这款的盒子是192.168.1.217 所以必须要配合 一定要配合这一款 你的路由器的内网一定是192.168.1.1 好 然后 然后呢这个是我们出货的时候会有长这样子 一个壳 这样子 我不习惯用有壳demo 我比较喜欢用电路版demo 就这样子 出货是有壳这样子 OK 好 那我们要介绍你怎么连接 首先呢你先将这个 区域网192.168.1. X的这个区域网路连接进来 然后呢 这边连接电源 这样子 这时候就会出现这个 Faebon的logo 这边有Faebon的logo 然后等了十来秒钟 好 就会出现这个 那这个符号就是 上面就会出现这个192.168.1.217 所以你不用 怕忘记说这个到底 网路是多少的IP 不用担心 他上面会显示出来这样子 好 接下来呢我们将这个 电脑 虽然他是不用透过电脑 但是你一开始做直播的时候 你还是要透过电脑去做一些设定 好 好那我们先 连接这个视讯来源 我连接的是这个 单眼相机 好他的HDMI输出 这是他的HDMI在这边 好那我把它放在旁边 然后呢将他HDMI的线 连接到这盒子的 HDMI IN的地方 好那我们先等一下要做的是YouTube直播 脸书直播 Twitch直播 同时 那我们现在去电脑做一些设定 好我们到电脑里面设定的时候 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网路 所以你只要打这个 192.168.1.217 进来 然后他的密码叫做ADMIN 进来 你会看到有没有画面 预览画面 你现在会看到的这么多的设定 你不用管他 你只会看到 第1个 你只要用到第1个 第1个 你要设定他的是你的位元率 好这个位元率你可以设5000 然后 分锐你可以设30或60都可以 设30好了 连接好这第1个 这是编码器这边 的 编码三速设定 然后带来就是说 你会看到他一个音频的设定这边音讯的设定 这边48 或者是44.1 一般来讲我们先设48 如果不行的话就设44.1 好 大概就这两个 接下来最后就是这个 多媒体直播这边 好 那我们等下就是要同时做三个直播 我们第1个先收YouTube直播 要把那个YouTube的金钥给贴上去 我们先到YouTube去 我们切换个账号 我们要做直播 进行直播 然后呢 我们再重设一下 重设 复制把这个金钥 还有把这个 RTMP被copy下来 第1个copy下来 到这边 第1个是YouTube吧贴上去 好 然后再打一个斜杠 我们再把这个 第2行这边 这边就是要把金钥匙贴上去 好这边 这边把它打开来给你看一下 copy再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了 好可以了好这是第1个 我们先保存 第2个我们做Facebook 好这边有个直播按下去 选择 然后呢这边把这个 那个 网址给copy下来 copy 再到刚刚的那边贴上去 要打斜线啊然后再来把金钥给 复制 重设 复制 再把它贴上去 好啊第3个我们去Twitch 然后呢再到这边 我们去把他的金钥给贴上去 我们找Twitch的RTMP 看一下台湾 台湾在这边 然后就把这串给copy下来 这道刚刚的这边把贴上去 这是Twitch的 这个把砍掉 好 这道Twitch去把他的金钥拿到 金钥就是 仪表板 贴上去 这把copy下来 再把他贴上去就可以了 再把他贴上去就可以了 好我们就完成了喔 这边再打开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就是把三个平台都打上去 YouTube Facebook 跟Twitch 然后呢 这边开始按这边有个推 这边 都打上去了 然后呢 再打这边 这边有个按钮 把他直播下去就可以了 这边按 直播 有看到画面的嘛对不对 这边有画面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到各个平台去看一下 好这是YouTube的地方 你看他也在直播了 还有呢 这个 Facebook的地方 也开始直播了 好我们就开始按直播咯 好我们再到Twitch的地方 好你你自己也在直播了 自己的频道你看自己在直播了 好这样子好吧那 这是脸书 你算开始直播出去了 然后YouTube也开始直播也出去了 Twitch也开始直播 出去了这样子 我这边有个HDI的讯号 那这个是来自于这个DVD播放器 我把它给置换过来 置换到这边来 好来试试看 我换一个影片 好看一下 他的流畅度怎么样 你看一下 还不错吧 这个是Twitch的直播 YouTube在这边 啊都很流畅哦 速度都还不错 然后呢 这里是脸书的 那脸书在这边 三个 脸书的 然后 这个Twitch的 YouTube 我这样子 你可以看他的流畅度还不错啦那 当然在做YouTube直播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画面就是说会产生这个 就是你在做YouTube直播你可能会看到这么会出现什么一个 什么流畅度怎么样有个错误讯息 但是你不用管他我们有实际测试过那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的客人端看到都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用担心 好 这大概就是这样的介绍吧 就是今天介绍这个盒子 这个 febom的HDMI的直播盒 那我们同时可以做 三个的平台的直播同一个时间点 谢谢大家